执行工作有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怎么回事 自己看看潘警局 这个网子怎么回事 挺当的 9,9,9 他才在那里才3件工作 你最好就到这个江校去 不是听他那个 其实现在就是想怎么把这事解决了 说白了我们不就 画面当中的这位男子 是黄先生 这些年 黄先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天天头疼 发愁 什么事 黄先生以前买了一房 这房款早就已经付清了 可是这房子 一天也没住进去过 一直被别人霸占着 黄先生说这些年来 他是喊破了喉咙 跑断了腿 就想要回自己的房子 自己已经交完了钱 买了的房子 可是对方 根本就是不理不睬 就跟那住着 态度非常的蛮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黄先生是武汉人 1999年 在一次当地政府 举行的房产拍卖中 黄先生花了21万元 购买了此处房屋 99年当时 他们这个 武藏县政府 就为了解决这些下岗职工 分流职工的统筹问题 就把有些资产 进行了拍卖 我这个房子 是99年 在这种情况买下来的 该房面积有216平方米 付完了房款 黄先生起初并没有来这里居住 我在江夏有房屋 但是在这个房屋 比较破 比较破 我其实就买的 就是这块地 你知道吗 我都准备把它 当时说白点 我都准备把它拆了重建 日下下来 2002年11月 黄先生办理好了产权登记 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 那时他想把房子重新翻建 可是黄先生发现 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时这个物资局 当时里面还有几户人家 就是还没有策 没有搬离 没有搬离 在我买过来之后 别人就绿学的 全部搬了 搬了这个 这个叫高丝 他父亲我认识 他父亲当时是中风 中风在床上躺着 当时我这个房子 离这个湖北省人民医院 很近 他说看病进 我就说就这样 我就说那就看看 看了之后 结果他强占了 黄先生说 大家起初认识 出于好意让高家人居住 可如今对方却一直霸占着房子 对方又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原来高某原本是物资局的职工 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在此居住 五几年住的房子 现在有七十年了将近 那个房子啊 电线都老化了 墙体都薄落了 房子地基就下沉了 高某的哥哥说 弟弟在居住期间 将房子进行了扩建 高某的哥哥解释说 老房子原本只有一层 高家人出钱 将房子加盖成了两层 因此高某和母亲有权住在这里 他上尔就说不是改成两层的吗 两层那个多的面积 他能不能有弟弟在里面住 弟弟和老妈在里面住 可是对于这个提议 黄先生并不同意 他认为加盖的部分属于违章建筑 据周围邻居讲 此后黄先生与高某 为了争议房屋的归属 多次发生纠纷 甚至数次报警 对此双方也是各执一词 故事太多了 我真的谈起来 我真的也蛮伤心 我老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 有一段时间 我弟弟不是去打工去了吗 住在那里就搜了个房子 黄先生一搞就带五个八个 过来就砸门 就拿电锯锯门 去门了以后 还拿锤子把上面屋顶都接了 屋顶接穿了 都有照片 当事人不讲道理 他不安 他说房子是他的 谈过 而且我为这个事情 110的出警出了好几次 这个你们可以 110应该查得到的 他母亲把那个墙 刮到个栗子粉 把我眼睛都搞伤了 这个辖区派出所的应该有记录的 再一个高峰他总是不出面 他把他母亲推出来 一个40多岁的人 让70多岁的人 跟他自己带领人 可笑 双方各不相让 无奈之下 黄先生说 他也曾找到了物资局要求退款 可要回购房款 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说你当时就说 你把那笔钱还给我 我把房子退给你 你在不上我 留我省事嘛 几年嘛 是不是 到时就跟你们没谈 他们就在那里起手吧 我说行 起手吧 更让黄先生气愤的是 高某将房屋隔成大小 共43间的小单间对外出租 且收益不菲 最可气的 你知不知道 我这个房子他没聚 他自己本身没聚 他拿着出租来 一直在出租 黄先生说 这套房屋建于上世纪50年代 为土木结构 后来高某私自改造 还违法搭建了一处阳台 供租户晾衣服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就是一公家 搭了个楼 造成这个房子 极大的感觉 走到上面有没有一种 遥遥运的 像是在海面上 就是摊他的感觉 今天我还想想想 有个房子 现在摊大了 这个人不是不成功的 黄先生说 对于违建 相关部门根据房产 登记户主的信息 多次向他下达整改通知书 公安消防都找过我 这是违法的 下过这个 案状里面应该有 下过整改通知区的 我去整改的时候 他说我黑色会 买了房子 自己住不进去 今天这个局面 是黄先生当初 无法想象的 憋屈 真的只能用这两个字 就开过 憋屈 我只想我这人 我怎么会碰到 碰到这种人 那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 我认为 一刷那边 二个房子 真值了 此后 为了确认房子归属 双方是接连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来来回回吧 这个 终审 再审 抽审 重审 搞了十几次 真是搞得了 精疲力尽 最终呢 法院的判决结果 也就是在17年的 7月份 生肖判决做出来了 就是确认 买了房子了 钱都交了 自己住不进去 您说 别说是黄先生 是您 您不也得着急吗 黄先生说 这些年 为了要回这房子 那苦是 吃尽了苦头 受够了罪了 可是呢 却发现 这事是越来越难 为什么呢 房子在涨价呀 2003年到现在 双方多次打官司 对簿公堂 那么 就是这个房屋产权 已经产生了 15份的 民事判决跟裁定了 您看看 就连当事人都说了 打官司打得都 精疲力尽了 2017年 法院做出了 终审判决 黄先生拥有 房子的所有权 这高某呢 和他的母亲 要返还 房产 可是呢 尽管有了 终审判决了 这家人 还是赖着不搬走 2018年1月26号 黄先生 向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 要求被执行人 高某及其母亲 腾房 武昌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 受理了此案 他们多次来到 房子现场 了解情况 就这个房子 你看 这支电力尘步吧 所以我们走到上面 站微微的 就是 非常的简陋 重大的安全隐患 他把这个污源抬高了 一面是违建的 非法的 一面搭了一个暗筒 当然了也是非法的 为了尽早解决 这些安全隐患 执行法官也多次 找到被执行人 做其思想工作 也对他提醒了 相关那些耐心的 细致的一些思想工作 第一点 是一些人民法院 生效的判决 必须得到执行 是没有条件可讲的 第二点呢 我们也跟他讲清楚了 你这种想法 改扩建的 你的投入 包括天赋物的 搭建的 确确实实是有价值的 这种价值 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知 你们原被告房 双方 到庭进行协商 如果是协商不拢的话 作为理这一块 那只能是另案提起诉讼 我们也告诉他 法律的究竟途径 可是 高某却一直以母亲 为挡箭牌 称母亲年纪大了 且并没有其他地方居住 以此为由拒绝法院执行 每次把一个老人 七八十岁的老人 推在前头 这不是一个为人子 应尽的事 应尽的责任 此外 据法官走访调查 发现高某说的 也并不是事实 其母亲 也并不经常住在这里 这个老太太住在里头吗 他不住在这里头 他时不时在里头 住两天 也要检查两天 然后也走了 他在送猪子 他在来 对 2018年7月 执行法官多次通知高某 到庭接受询问 督促其履行 腾退义务 但高某均置之不理 法院是多次传唤他 到法庭 进行询问 征语他的意见 积极地履行判决 他要么是不接电话 要么是说他长期出差 其实我们后来了解 他人一直在判 他是处于一种 他的心态上 就处于一种 消极地回避 这么一个心态 2018年9月6号 执行法官决定 对高某采取司法拘留 15天的强制措施 作为执行这一块 我不是什么办法官 省下的判决 到我这里了 必须得到执行 不执行 我都违法了 我们就说了 你明白 这执行你要有程序 你要看上去 首先 爹地过人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真实跟你先谈 爹地过人 与一十八句了 15天 这是第一步 请接眼中 困难会决究 一点 决定 被司法拘留后 高某一家态度 起初有所转变 哥哥也表示 会劝说弟弟 配合法院执行 现在这个工作 我跟他做通了 集结配合 就完了 但是能够减少最大审判 能够调节好 是最好的 调节工作 我们不会放弃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重点做好调节工作 争取这案件设料 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调节工作 实在是调节不成的话 也要做好腾特预案 做好强制腾特的预案 可是不知是缓兵之计 还是另有隐情 尽管有了哥哥的表态 但是高某母子依然我行我素 此后执行法官 多次来到争议房子 高某却一直没有露面 打钱 不是我们要搞的 也投入了相关的金钱 金利 我们没有钱搞的 你要听我说 听我说 对于这种盖打钱的费用 对于这种盖钱的费用 包括现在家子的生子 希望与谎商经营协商 但是这个协商 第一是要资源的机承商 第二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承商 要符合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协商达成意见 你要明白 不能说你有这个想法 对方不同意 倒是协商不成 如果是万一协商不成的话 你这是损失这一块 是吧 你说举章的 这打钱的 是吧 才算损失这一块 没有来伸张的 那这里是林安 我方法人 因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 多次协商 最终双方无法达成和解 后来我就不想跟他们谈 我能够跟他们谈 调下 不讲道理的人 那我就直接找 我就找通过法律途径的解决 时间长 就长 只要在法律范围 允许范围的尺度之类 我还是可以领受的 我不会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 坚于被执行人高某母子 并不愿意搬出房子 执行法官决定采取强制执行 强制堂退 2019年1月18号 执行法官带着锁将 将房屋门锁撬开 将里面的衣物家具等 强行搬离至其他场所寄存 再由黄先生重新换锁 对房产进行处置 黄先生称 等租户合同到期后 他将把房子拆除重建 这个房子就执行过来 我都要把按照这个国家 相关部门的通知 我会整改大会 该拆的全部拆掉 尽管有着重重的阻力 最终执行法官通过强制腾房 让黄先生终于能回自己家了 当然这件事情彰显了 法院彻底解决执行男的决心 回到案件当中 执行法官说得很明确 对于争议的问题 可以另案起诉 但是生效的判决 必须执行到位 这就是法律的尊严 高某是成年人了 作为儿子自己的纠纷 不能坦然地面对 为了躲避执行 每次都把老太太 把他妈搬出来冲在前头 您说这样的儿子 其实今天这种情况 我想很多执行法官都遇到过 很多老赖是无计可施的时候 都会采用这一招 把老年人搬出来 当挡箭牌 试图阻碍执行 可是年龄不能成为 违法不咎的挡箭牌 所以法官们也说 对那些心存侥幸地说 我们都希望一个社会 一个家庭里 老人守法尊德 年轻人尊老敬老 这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谁又该给谁 来做榜样呢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